當地時間8月5日,一名聯邦法官裁定,科技巨頭Google,因壟斷網絡搜索市場違法。 這是美國政府在一系列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壟斷訴訟中的首次勝利,並可能在整個科技界引起震動。 法官指出,Google僅於2021年就支付了263億美元,以保證手機製造商將Google設為默認搜索引擎,保持其主導市場份額。 並通過這種方式壟斷搜索廣告市場,裁決稱Google在通用搜索服務市場佔有89.2%的份額,在移動通訊設備上佔據了94.9%的份額。 這個裁決,為針對Google壟斷的解決方案,鋪平了道路,其中可能包括拆分Google母公司Alphabet。 這樣也增強了美國反壟斷法執法部門,繼續起訴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信心,包括蘋果在內,全球幾家最大的公司都正在被調查中。